新劳殖民主義又回來了 幾百萬的人想回去也回不去 他們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 叙利亞最後以展南野收官 多風勢力博弈 局勢瞬息萬別 9月17號 俄途兩國領導人 舉行其一輪會談後 宣布從10月15號起 在伊德利部設置非軍受緩衝軍 同時要把征服陣線等極端組織 趕出這一區域 國際社會核續問題各衝突方 均表示歡迎 但這一非軍事區 是否能防止衝突升級 還有待觀察 一旦衝突升級 化物一雲恐成沒法干涉導火索 有分析稱 俄土關係轉圜 是因在S-400導彈系統軍售 美制裁等問題上存在共同利益 雙方都不想貿然將對抗升級 對敘利亞政府來說 為而不打 靜待分化 是現階段最好的戰略 同一天 以色列對敘利亞發動攻擊時 一架俄羅斯軍機1220 被敘利亞S-200地對空導彈擊落 而以色列軍方堅決否認 稱一方沒用120打掩護 坐在敘利亞 並且以色列將繼續使用 致命精準的武器 防止伊朗在敘利亞的永久存在 24號 俄防長宣布 將在兩州內被敘利亞 提供S-300防空導彈系統 美以軍表示俄羅斯此舉 將使敘利亞緊張局勢大幅升級 山羽欲來風滿樓 各方都開始在地中海 集結軍事力量 自9月1號起 俄軍便將黑海艦隊 調往地中海 隨後又在地中海東部 劃定軍事禁區 並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 同時 幾艘北約國家的艦隊 出現在地中海東部進行巡邏 28號期 土耳其在地中海舉行反潛演習 美國在內的九國參加 美國海軍杜魯門號航母戰鬥群 也開始在地中海行動 此前 特朗普批准對續新戰略 將駐續美軍的停留期限 無限延長 俄羅斯軍機被擊落 會否報復以色列 板子力應該打在以色列人身上 如果你要打板子的話 是貪責一加一半 敵人完全在敘利亞身上 敘利亞局勢見虛平穩 還是繼續升級 敘利亞的戰場形勢 可能要將近這個結束了 仍然不能避免發生戰爭 最後一戰或者倒數最後一戰 西方陳兵敘利亞是否動真格 美國必須要保證伊德利普不被打下來 敘利亞戰爭不結束 美國 你記住 絕對不會掉進敘利亞這個泥潭 越來越的大國和越外的大國 在這裡把它做一個旗來進行博弈 一回戲的MK 多方決力 敘利亞戰士會否再度升級 一虎一席談 又忘了大家談 學姐 網上您好 歡迎現在由《格力電器》 為您贊助的一虎一席談 緊張緊張 非常緊張 最近這個禮拜一吃粥的時候 馬上就會有許多的聯想 吃粥你想到什麼 吃粥我想到中東 因為中東已經亂成一鍋粥了 這鍋粥為什麼會這麼亂呢 有人說最主要的兩大主角 美俄在敘利亞的戰場再度的升級 重兵紛紛都開入到接近了敘利亞戰場 您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您看俄軍的戰機居然被擊落 最主要的是擊落它的 您看看是敘利亞軍 那到底這種情況來講 我們可以發現在畫面上看到 俄羅斯的官方怎麼說的 他說這個被擊落的細節曝光了 因為以色列的飛行員 故意利用了俄軍飛機作為掩護 還刻意錯爆空襲地點 所以講到這我們能簡單地說 這一切都是以色列的錯嗎 金兵 你的分析 這板子第一應該打在以色列人身上 但是並不是 我認為不是說以色列軍方 它有意識地進行一個設定 因為這個在地面上要想 設計這麼一個完美的計劃 實在太難了 它有幾個困難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確可以知道 這個1-2-0飛機在這個位置 但是以色列飛行員起飛的時候 它不能確定 就敘利亞地空部隊 是不是會發射導彈 第二個這個導彈 真的能把1-2-0擊落嗎 這個也是在地面的設計的時候 它很難確定的 它在地面上不可能設計 這麼一個精美的一個局 但是飛行員可以根據 它在空中的具體情況 以及可以利用的地形 地勢和地物 那麼就是這個1-2-0了 它藏在它後面 那麼再加上這個電子干擾 使得這個敘利亞的地空導彈 那麼S-200打中了這個1-2-0 所以從這個情況來看呢 是飛行員在空中的 當時的戰術的設定 所以是以色列該負責 你能判斷 對 我們再仔細看一個細節 請大家自己看到 第一個細節當中描述 第一輪的襲擊之後 以色列的飛行員呢 他繼續在敘利亞的上空待命 並且在俄軍的飛機附近 實施什麼呢 機動 那麼敘利亞的防空部隊 所以就判定是以色列 企圖發動第二次的襲擊 這個細節又說明了什麼 王靖您的判斷 我個人認為這個細節是因為 以色列可能沒有完成這個軍事打擊 我們需要注意一個細節 就是從2011年 敘利亞戰爭爆發以後 以色列的這個空軍 已經深入敘利亞的這個境內 就是我們說空襲作戰 已經有200多次 其中絕大部分都發生在 2015年9月份 俄羅斯直接出兵敘敘利亞之後 我們都知道2015年9月 俄羅斯出兵之後 其實敘利亞整個空域 是俄羅斯空軍主導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200多次的這樣的一個空襲行動 僅有這一次發生了一個 小的一個摩擦 或者說這樣的一個事故 其實我個人認為瑕不掩喻 俄羅斯和這個以色列 在敘利亞的問題上 是有某種利益契合點 我覺得這就是 屬於擦香走火 普京總統在事情發生之後 一個自然的反應說 這是一個偶發事件 這種行為它不可能是地面設計好的 你的一二二十在那裡 兜八字在那邊巡邏 保衛的是同一個目標 以色列要打擊的是同一個目標 雙方必須離得很近 這時候我覺得 如果你要打板子的話 說談責人一家一半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而以色列的這板子 應該打得輕一點 那邊應該打得重一點 一二二零是一架預警機 空中指揮機 你居然沒有通知地面 你的位置和敵機來犯的位置 你就是幹這個活的 上面十幾個很尖端的技術人員 而地面的呢 也沒有這種敵我識別系統 導彈發出去 它就打了四幾人了 從一二二零來說 它一定有這個敵我識別系統 S-200也一定有敵我識別的裝置 但是在這裡面一定是被以色列空軍 給破壞了 聽到這點部分 以色列人要來馬上要講話了 立刻連線現場 是在以色列的猶太的文化學者 安天佑 天佑兄 您好 天佑 我相信今天這個事情來講 許多的中東媒體 都有不同的分析 有的人就說 其實俄羅斯的這個軍機 被擊落真正就是 以色列蓄意 蓄謀所造成的 您的反應 以色列軍隊的調查結果證明 責任完全在敘利亞身上 與此同時也要強調 你們剛才不同專家在討論這個事情 以色列其實和俄羅斯 一直在不斷地保持軍事方面的協調和配合 無論是在這個飛機事件之前或者之後 內塔尼亞胡特別是最近三年時間 一直在普京保持聯繫 無論是通過對話會談 或者面對面進行會晤 以色列和俄羅斯一直以來 是在保持這種軍事方面的協調 所以我覺得未來也會繼續一樣 保持這種比較好的關係 但你說未來可能會保持比較好的關係 你會不會擔心 因為這一次的擦江頭 我之前造成 俄羅斯跟以色列 關心進一步的僵化呢 我覺得不會發生 因為我覺得俄羅斯還是能夠理解 以色列所關切 所擔心的那些方面和考慮 我覺得長期來來看 還是以色列和俄羅斯 會繼續保持這種軍事方面的協調和配合 天佑你是非常樂觀的 但是我來看大屏幕 大屏幕我們為你插一個最新消息 在過去這周當中 許多國際媒體最關鍵的就是 你看軍機被擊落了 當然普京是坐不住的 馬上出招反擊 他出招反擊是俄方將向敘利亞交付 S300型的防空導彈系統 S300我們知道 敘利亞現在已經有S200了 但是你提升到S300 這個多100型就差非常多 針對的部分 金平先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你看S300如果真的 你覺得就像現在所說的 在講幾兩個禮拜之內 就要交付給 敘利亞會造成死亡的局面 S300一旦真的被敘利亞得到 然後形成戰鬥力以後 對以色列軍機的威脅 要比現在可以說大 至少有一個數量級的級別 因為S200它等於是冷戰期間的產品 S300應該是冷戰後期的產品 S300它的不論是從射程 精準度 同時所指的目標的能力等等 都比S200要高很大一個等級 目前在現在這種分辨 就是在出現這種分辨的情況下 S300的這種物擊率 要比S200低很多很多 而且對像F16這樣的戰鬥機來說 戰鬥機來說 它的擊落的可能性要更大 彭源我們能這樣假定嗎 說任何的 它如果是在國際水域上 所發射的任何攻擊敘利亞的 這個S300通通難掛在其中嗎 這個S300它的攻擊距離是非常大的 能夠達到200多公里的 一個攻擊的半徑 而且它還有不僅具有 攻擊各種類型的飛機的能力 還有反導 就是反中程導彈的能力 所以從S300來說 有點像冷戰時期 同一個技術水平平移到 當時就是蘇聯給敘利亞 薩姆六這個導彈 當時在敘利亞有一首兒歌 就是說薩姆六升天 那麼F4就是鬼怪式落地 所以現在呢 以色列跟敘利亞軍隊的 尤其是他們的空中力量 和這個防空力量 現在又回到了冷戰時期的 同一技術水準了 我來看看大評論 你看美國跟以色列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第一反應就是說 你像敘利亞攻擊的S300 將會增加地區的風險 我的記憶如果沒有錯的話 王景你可能更清楚 一次在20應該是10年的時候 事實上當時的時候 俄羅斯就要將這個S300 要交付給敘利亞 但當時就是因為 以色列的關係而妥協了 但是這回俄羅斯看來是 非常吃了稱多鐵了心 我個人認為我們需要看一下 就是俄羅斯這樣做它為什麼 第一個很重要的是它交付 是把它部署在敘利亞 但是它部署在敘利亞軍隊的手中 還是部署在俄羅斯 在敘利亞軍事人員的手中 其實俄羅斯人也認識到 或者敘利亞人也認識到 是因為敘利亞人員操作不慎 S200把這個俄羅斯軍機給打掉了 那麼可能未來為了提高 這種防衛精度 需要部署一種更加先進的導彈 來識別敵我目標 所以說才來部署S300 如果是部署在敘利亞軍隊手中 而敘利亞軍隊 擁有最終的使用決定權 那麼可能是增加地區風險 如果是部署在俄羅斯人的手中 那麼這種風險是可控的 按理說這批導彈是交給敘利亞的 交給俄羅斯啊 俄羅斯等於自己背包袱 我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如果不打的話 人家說你騙我 如果打的話 就引起以色列跟俄羅斯的衝突 你要知道 以色列五分之一以上的人是 前蘇聯人 是吧 應該是給敘利亞政府軍 給了敘利亞政府軍的時候 就給以色列消滅這幾個發射組 提供了機會 今後一段時間 如果找什麼藉口S-300 它扭轉不了戰局 以色列如果想消滅 敘利亞境內的伊朗的目標 它一定要消滅的 是吧 S-300必定數量有限 以色列空軍如果突襲的話 它也有不少的反導彈系統 它完全可以把這些S-300幹掉 但是這樣就會搞成一個衝突升級 實際上真正S-300 進出了這個敘利亞以後呢 對以色列空軍最大的問題就是 以色列空軍再要進行攻擊的時候 它要加裝更多的電子干擾設備 然後飛行員作戰的時候要更緊張 出的問題更大 這個是對以色列的一個影響 還有一個以色列 還有一個擔心的什麼呢 因為S-300的支撐太遠了 如果敘利亞把這個S-300搞到南方 靠近以色列邊境的地方的話 對以色列軍機的起飛和降落 都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而且它的預警範圍很長 這個敘利亞對地面對空中 以色列軍機的控制 和它的這個位置的這個確定什麼的 都要使敘利亞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提高 這個對以色列來說是很糟糕的事情 甚至由於它為了躲避它這個 敘利亞這個S-300導彈 它的軍機的部署 都要相應地做一定的調整 這個對它的出擊返航 然後空中彈要的掛載等等 出擊頻率都受到一定的影響 但是從它的這個轉移來說 那麼俄羅斯要向敘利亞軍隊 來轉交S-300 對不起它的這個實驗它的培訓 需要一年多的這個時間 還需要這個文化程度很高的 這些這個敘利亞的這個軍人 但是現在是戰時 它只能夠先給敘利亞軍隊 那麼搞這個雙人值班制 那麼由敘利亞人進行監視 究竟是發射還是不發射 這個就剛才殷剛老師說的 所以處於兩難的時候 那麼還是由俄羅斯人這個發令 那麼由敘利亞軍人來進行執行 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一個方式 就是共同掌握這一套系統 甚至是幾套到十幾套的S-300系統 我們聽聽看普京這樣說 普京說這個交付給敘利亞S-300 最有目的是保障俄軍的安全 同時強化敘利亞的防空系統 那麼事實上敘利亞的民眾 是樂觀其成嗎 那麼休息片刻 回到現場聽聽 敘利亞的專家怎麼說 待會兒見 一寸不樂 這個應該是對這話沒毛病 我不察國人 國人卻因我而死 俄羅斯和敘利亞政府軍方面 並不是擔心這些人我打不下來 而是擔心西方國家以這個為藉口 他們掺後去了 意大利不是什麼 必須要解決 現在不解決呢 是主要是給土耳其一個面子 土耳其是想保留 他未來在敘利亞 未來正在重建當中一個話語權 《英虎希塔人》爭論 歡迎回到《一股一席談》的現場 又有兩位嘉賓加入我們PK的行列 在右手邊 你首先在畫面上所看到的是 中國前中東問題特使 前駐沙特阿拉伯 埃及大使 兼駐阿拉伯國家聯盟全權代表 吳斯科 吳特使 掌聲歡迎吳特使 左手邊來自敘利亞中國人民大學 中東非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蕭克來到現場 掌聲歡迎蕭克 首先蕭克 你可以看到 當大家等待了半天十年前 敘利亞就說要強化我的空防 我不要被以色列其他的鄰國 空襲受到影響 我們需要有S-300 等待了十多年 現在終於等到了 你是樂觀其成嗎 站在敘利亞的角度 我們終於能夠得到這個S-300 你覺得很重要嗎 非常的重要 差別在哪 因為以色列所用的武器 都是背後是美國的 是最先進的這些武器 那麼我們用的還是在80年代的這個武器 所以說是這個 還是有一個失衡的一個局面 所以我們希望是能夠通過S-300 至少有一個 至少我們的面子可以過得去 面子可以過得去 坦白說實話 你面子可以過得去 跟以色列來教練 但是李子呢 會不會覺得雖然有了面子 但你可能失了李子 比如在政治上 他外交上的博弈上 可能在別的地方就要退居了 我們先把面子能夠保留 至少的我們就爭取嘛 來 面子保留很重要 好 這邊我就要分享這個烏特使 烏特使在中東這麼多年 一個自身的外交官 看到目前的局面 又看到俄羅斯的軍隊被擊落 您覺得不可思議吧 這件事情 在你一個長期的外交官的生涯當中 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你腦海在想什麼 就是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因為是自己的盟軍嘛 一塊打的 把他打下去了 就是不可思議 但是我心裡想 背後還是以色列的作用 就是我們殺柏仁 柏仁卻因我而死 柏仁因我而死 而這背後當中的小居者 你覺得是以色列 實際上還是這個 以色列因為在軍事上 掌握著技術上的優勢吧 應該說在戰術上 他也是比較靈活的 什麼時候出手 該怎麼出手 這是他的 掌握得相當相當地精準 你就是從這細節上看得出來 你覺得這絕對不只是 簡單地擦江走火 我不相信是這樣 而且它非常重要的一條 就是希望俄羅斯 伊朗這個敘利亞之間 利益能加大一點 如果能拉大 比它就大有好處 好 無特使的看法 我知道安天佑 有不同的看法 安天佑人在以色列 安天佑請回應 問題的關鍵 並不是以色列 而是伊朗 伊朗在敘利亞幾乎 建立軍事基地 發展軍事力量 成為敘利亞永久的軍事力量 並且通過敘利亞 把武器運給利班人的政治黨 這些做法都是在 威脅以色列國家安全 所以以色列在過去 包括現在 包括在未來 也會保護國家的安全 如果伊朗繼續在敘利亞 發展它的軍事力量 以色列像過去一樣 也會控制這些 伊朗的軍事基地 這些不會有的 這個是以色列的底線 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底線 我認為的 你看 大家在講的過程 我就回到 我一開始看得來 我說我看著中東 想到的是粥吃粥 亂成一鍋粥 您在中國更熟悉了 這個亂成一鍋粥的同時 你看以色列說 這根本是伊朗的問題 對吧 那麼敘利亞說是這個 以色列的問題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時候大家需要的 恐怕就是冷靜 從資深外交官的角度 就是說這個時候 大家都能緩和一下 是最好的局面 什麼樣出現那種希望呢 您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 有人覺得敘利亞 這個戰役打了七年 打到現在為止 終於好不容易 在俄羅斯的戰績 沒有被擊落之前 其實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和平曙光 有一個喘口氣的機會 那是什麼呢 那就是9月17號 大家畫面上所看到的 土耳其 俄羅斯雙方達成了協議 同意在伊德利普 設立一個15到20公里的 非軍事緩衝區 來分隔 敘利亞的政府軍 和反政府的武裝 您聽到這個非軍事區 坦白說實話 我們這外行就覺得說 終於聞到了和平的希望 但是有沒有可能呢 難道敘利亞的最後一戰 就不打了嗎 斯科兄 各方面的考量不一樣 敘利亞政府它是堅定的一條 就是它的主權 它的領土完整 這要保證 要恢復到戰爭之前的狀況 因此它是希望打的 希望用戰爭的手段 解決這個問題 政府軍要打 要打 要把這個反對派給打下去 本來應該說 按照我自己的理解 俄羅斯也是非常支持 敘利亞政府軍能夠達到這一步 能夠實現這個統一 但是難度太大 所以最後能達成那個妥協 也是面對現實 達成那個妥協 現在是把最後的維艦戰 拖延一下 拖延一下 緩衝軍的第一條線 是土耳其人控制的 勝利圈觀察戰 土耳其外面是俄羅斯 就是塔朗普纏黃雀戰後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被包圍的 伊德利布省的這些極端分子 他們絕大多數 基本上是極端分子 是壞人 除了絕大政府軍以外 絕大政府軍在裡面也有 讓他們交出重武器 然後呢部分呢是政治解決 有的願意放下武器 然後轉為平民 去了土耳其 又有人去了別的地兒 但是這是一廂情願 肯定有不撤的 有些人是沒辦法撤的 那來自東方的一些地區 中亞的這些人 也接近上萬人 這些人往哪撤 往哪撤都是負擔 所以最後仍然不能避免發生戰爭 而內長戰的可能就是 打得也是比較激烈的 總之伊德利布省必須要解決 現在不解決呢 是主要是給土耳其一個面子 好 那麼敘利亞人 到底怎麼看待呢 當你此時此刻 如果你看到這個地圖的時候 看到你自己的國家的地圖 呈現是這個樣子 你作何感想 我覺得這個地圖可以 我們這個放小一點呢 放小一點 這個伊德利布呢 就始於是 它這個在反對派的是 最後一個省 也就是最後一戰 可以這樣說 所以呢這裡面呢 伊德利布是早晚的事 還是我同意銀鋼老師的 是早晚要解決 早晚要解決 當然呢能夠通過和平的 這個手段解決 那是這個更好 但是還是要早晚的解決 我想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這個 算其他的國家的人民也是一樣 希望他們的國家統一 不要分裂 對 但是你看到 虛擬亞的內戰 打到現在已經七年了 那麼像更多的勢力 國際博弈在這邊 不斷地攪出 你看到目前的局勢是 局勢是越來越複雜 還是事實上已經在緩和的趨向 反而越來越接近和平的曙光 我認為是剛才我說了 應該是最後一戰 或者倒數最後一戰 所以這個是 利布是實際上會早晚的要解決 但是其他的地方 敘利亞其他的地方 就是基本上現在是 已經是可以說是 實現了相對性的一個和平 這裡回到的是 俄羅斯跟土耳其 他們為什麼要劃這個時刻 劃的這個非軍事區 從原本軍事角度來講 吹枯拉朽 俄羅斯是在讓風的 這個時刻劃上這個協議 雙方的考量又是什麼 就是妥協嗎 金斌 他現在實際上就是把 中國軍事上有一個 就是窮口莫追 就是他把 如果作為困獸遊鬥的話 他死鎖在這麼很小 狹窄一個區域裡頭 他有這麼多平民 按照俄羅斯的人的話 大量地使用空中轟炸的話 他會造成一定的平民損 平民損亡 平民損亡呢 俄羅斯和敘利亞方面 就擔心西方國家 以這個為這個藉口 然後呢他們參與進來 這樣如果要是暫時先緩一緩 讓就是平民損亡的撤出 剩下的都是死刑分子 那好 我繼續攻擊的話 你們西方人不會找這麼多藉口 所以現在俄羅斯 和敘利亞政府軍方面呢 並不是擔心這些人 我打不下來 而是擔心西方國家 以這個為藉口 他們參與進來 一旦真的參與進來的話 那麼戰事就會繼續曠日持久 拖下去的話 對敘利亞和俄羅斯方面 都是不利的 從美國和俄羅斯 這些大國的這個形勢來看呢 他們需要在敘利亞 保持不戰不和的一個混亂的局面 甚至保持中東的這個混亂局面 這對俄羅斯和美國的這個油價 是非常有利的 那麼這是大國的這個關係 另外呢 從這個幾何形狀來說呢 它的是一個半圓 我們知道它是非常詭異 從這個緩衝區來說呢 對於反對派 極端派呢 他們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對於這個敘利亞來說 它在這個土地上 在這個防守的區域上 卻是吃了大虧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呢 敘利亞是不願意達成 這樣的一個這個緩衝區的 而且呢從現在來看 只是打不動了而已 那無論是敘利亞還是俄羅斯 還是這個反對派等等 現在都在各方集結力量 準備下一步的這個工程啊 或者是繼續擴張的這個戰鬥 所以從未來的情況來看呢 終究還會有更激烈的戰鬥 我個人認為就是 現在這個緩衝區的設立 主要是因為土耳其 因為其實美國西方 他們作用當然很重要 在外交上都很重要 輿論上很重要 但就是在搖旗吶喊而已 就真的不出手 其實就是在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來說 敘利亞北部是必須要保留的 第一個它要安置 國內的350萬的敘利亞難民 要按照土耳其計劃 是要安置在伊德里布 就是在一個北部的 它所控制的地區 把這些都趕回去 第二個是土耳其非常非常害怕 未來的這敘利亞北部的 康爾德人在不斷地重新崛起 因為太怕看來 敘利亞的康爾德人 和它國內的PKK 就是他們的康爾德工人黨 是同一夥人 那麼第三個土耳其是想保留 它未來在敘利亞 未來正的重建當中的一個話語權 所以說這個地區 是一定要留住的 現在來說 畫這樣的一個緩衝區域 其實就是土耳其在 我們知道在大戰江的時候 土耳其不斷地派兵 往這個地方增兵 其實就是要向俄羅斯表明 我絕對不推讓 所以說現在就是一個暫停 就是一個鬥號 但是絕對不是 未來敘利亞戰士的一個句號 來 我們看看 俄羅斯跟土耳其現在達成了這個協議 那敘利亞的和平 是不是真的越來越接近 削克他們平民百姓的腳步了呢 你看敘利亞說 只要對任何避免流血的協議 我們都是表示歡迎的 但是他也加了一句話 但是要收復敘利亞每一寸土地 話中有話 美國怎麼說 美國說一旦俄羅斯 敘利亞 他們向伊德利普發起進攻的話 美國有可能對敘利亞的政府軍 還有它的盟軍據點發起攻擊 在今天我們特別關心的就是 在這種情況之下 敘利亞的和平是可期的嗎 還是其實馬上新的戰場 就要在你眼前呢 你認為敘利亞的和平 腳步越來越近地舉贊成 相反的反對 我們看看廠下您的親朋友 你的直覺判斷是什麼 3 2 1 來 來 請講 我是覺得戰爭打了好多年 然後都已經有點精疲力盡 然後 你看得都精疲力盡了 對對對 你都替削克他們的同胞 他們的國家在擔憂的 對對對 我也特別希望能實現和平 後面的那位呢 舉反對的 你認為不太可能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它遲早是會打的 因為它這是一個反對派 一個政府軍 不可能是妥協的 我個人認為就是 現在來說 敘利亞的戰場形勢 可能要將近結束了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 即使是敘利亞戰場結束 那麼敘利亞政治重建的開啟 也仍然需要時間 因為政治重建 意味著敘利亞政府和敘利亞 反對派的各個代表團 在海外的 這樣不同國家所支持的政治反對派 來達成這樣的一個協議 儘管現在我們看到 可能有一些進展 比如說從今年年初 開始在索契進程當中 開始制定召集敘利亞的 未來的這個憲法起草小組 但是無論從敘利亞政府來 或者從敘利亞反對派來說 大家都不太願意去和對方 坐下來談去起草一個 這樣折衷的一個憲法 敘利亞政府 我們看到他阿薩德 在最近的一系列表態當中 他一直在強調說 這些人是恐怖分子 我們一定要把他們 全部都消滅掉 那麼敘利亞 那麼包括對於土耳其的作用 對西方的作用 它都是很排斥的 也就是說它其實不太希望 看到這樣的一個政治和解 很快地到來 因為它已經贏得戰場的優勢了 就不願意再看到一個 政治的進程去做出妥協 我們馬上跳到以色列現場 天佑 當你聽到你看到中東 這些鄰居國家 包括敘利亞已經打了7年多了 我相信你也是感觸特別深的 那麼相對的 你現在突然看到了 俄土達成協議 說要在這個伊德利普 建立一個非軍事區 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首先其實我要說的特別簡單 以色列不要也不會干涉 敘利亞或者其他國家的內障 以色列的立場 和第三是特別明確和簡單的 就是保護國家安全 如果是在俄利亞 像現在伊朗不斷發展它的軍事的力量 以色列肯定也會盡量避免 這個事情的發生 所以無論是什麼情況下 這個立場我覺得和底線 是不會改變的 任何一個國家的人都是這樣 這個國家的安全也是一個底線 所以你剛才發的 在俄利亞這句話怎麼寫的呢 就是一寸不讓 這個應該是這句話沒毛病 然後就是不管什麼樣的方式 肯定是要收回最後一塊土地 每次還提前跟俄羅斯說 我們要打 打哪兒 你們躲好 然後砰砰砰炸彎 就馬上就撤了 美國自己脫衣服下水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 如果你還想在俄利亞 你站著你帶著不走的話 對不起 這個動靜還會鬧得你很痛 《鷹呼吸談》爭論 關鍵的時刻當中你可以看見 多國的軍事力量集結在地中海 很多人就開始睜大眼睛 竖起零的耳朵來觀察一下 包括美國 包括英國 包括法國跟俄羅斯 您看看 這是你熟悉的地中海嗎 在這個時刻當中 敘利亞的戰士其實有人說 最後一個戰役 好不容易要稍微 要收尾的同時 美國加快它的軍力部署 我們先從精兵來做簡單的分析 你看美國的部分 杜魯門號的航母戰鬥區 還包括了唐納德庫克號的 導彈驅逐艦 通通重兵集結在地中海 這說明了什麼 你觀察到什麼 我認為美國在對這個 敘利亞這個參與做一個準備 因為在敘利亞這個問題上 美國實際上最開始把敘利亞搞亂 目的是為了把俄羅斯的勢力 從中東擠出去 敘利亞這個原來已經是 俄羅斯在中東最後一個據點了 現在如果讓俄羅斯幫助這個敘利亞 把伊德利普拿下來的話 敘利亞整個統一 敘利亞真正穩定的話 敘利亞政府肯定會完全倒向俄羅斯 徹底變成俄羅斯的一個忠實的盟友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必須要保證 伊德利普不被打下來 敘利亞戰爭不結束 所以它現在只能就是說 我現在先壓扶你 可以說從這個軍事上 我牽制你俄羅斯一定的軍事實力 讓你不能全情全意地投入 讓你投鼠機器 這樣的目的呢 把這個戰士繼續往下拖 給這個反正服裝呢 留一個喘息的機會 這樣讓它繼續繼續力量 保持這個敘利亞國內呢 不讓它安定下來 美國角色 他在伊德利普省不擔任任何角色 看熱鬧 看熱鬧 這次緩衝機如果不化的話 如果是伊朗 俄羅斯和敘利亞政府 就維艱反對派的話 就事實上是和土耳其正式開戰 這環中西的上半部分 就是阿富林 已經去年坦坦坦坦地 讓土耳其一個戰了 全世界沒說什麼 左側它的西部是土耳其本土 而這塊本土還是1939年 為了二戰避免土耳其參戰 法國割讓給它的 那塊地本來是人家敘利亞的 如果這有七八萬 這幫恐怖分子 軍團分子 聚集在這裡面 如果打的話 他們其中至少有上萬人 本身就是土耳其支持的 所謂反對派 裡面就有些土耳其的軍官 作戰人員民兵 這些各種各樣的土工曼人 他們就會往國內逃 於是伊德利普問題 就會成為一個土耳其問題 而且這等於土耳其和俄羅斯 俄羅斯正式撕開了臉了 所以你看就是當他們伊朗 俄羅斯和土耳其 談著伊德利普什麼這些事的時候 你看那艾爾多安的臉 從來就沒有動靜 他心情非常沉重 這次不得不給他一個面子 具體到這個作用怎麼樣 那就看艾爾多安的了 如果你還想在修雷亞 你站著人的地 賴著不走的話 對不起 這個動靜還會鬧得你本土去 洪元你在看到這個圖表的時候 你想到了什麼 我第一印象就是 新老殖民主義又回來了 所以從他們這個情況來看 那麼不論從這個二戰前 還是二戰後 一直到冷戰後 這些國家沒有一個 沒有深深地介入到 這個中東的局勢和戰場當中去 中東發生的所有的這個戰爭 都有他們這些國家的這個影子 那麼現在又加上了這個 新越形的這個伊朗 那麼伊朗的力量又在這裡邊 起到很大的這個作用 所以他們把自己的各種各樣的這個利益 又帶到了中東這些國家的利益當中去 所以現在不戰不合不打 但是從未來的情況看 各方面的利益它不一致 還會打起來 而美國自己脫衣服下水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我感覺就是像美國 英國 法國 在這部署這麼多軍事力量 其實就是他們想打隨時都可以打 那麼2011年以來 那美國2013年化武危機打了一次 去年打了一次 今年2018年又打了一次 其實我們看每次都動靜很小 扔兩顆導彈 然後又炸一個小時 而且美斯還提前跟俄羅斯說 我們要打打哪兒 你們躲好 然後砰砰砰炸完 就馬上就撤了 就是這麼一個節奏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搞清楚 美國在這個地區或者在敘利亞 介入之後 我們要想辦法一個問題 它要幹嘛 我們都知道 如果深深介入一個地區 包括這種大規模的軍事作戰以後 介入到插國內政 你首先要保清楚 你自己要扶持誰 你打誰之後你要扶持誰 現在美國一直以來 在敘利亞的一個利益 就是要扶持溫和反對派 而不是極端反對派 而在伊德利普現在來看 都是一群極端分子 美國如果幫這些人 對他來說 自己也是安全有影響的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美國在歷史上 就是在從2011年以來 它也很長一段時間 試圖扶植過一些溫和反對派 不過最後我們都看到 不管是美國國防部的這個計劃 還是美國這個中情局的計劃 到最後都花了很多很多錢 最後都失敗了 沒有能夠成功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 美國其實也就是在這個地方 站站台搖起吶喊一下 那麼最後可能真正打的時候 美國不會去介入 我想問一下場下的您請朋友 再來用你的題板來告訴我 你覺得整個看下來 看到這樣的圖板 這個地圖的佈局 會認為俄美之間 現在雙方整個成兵在敘利亞 有沒有真的可能會大打一場 洞真格的 這個機率是增加的舉贊成 相反的反對 我們看看 這邊是認為贊成的蠻多的 這邊反對的比較多 來 我先來看看 要表達個人看法的請講 我們知道 那敘利亞地區其實它是還是 本質上依然是大國博弈嘛 然後呢就是表面上 俄羅斯在過去的若干年裡就是 佔據了一定的優勢 其實實際上以美國為首的 就是這種西方國家 其實更加具有優勢地位 那美國表面上沒有親自參與 敘利亞的戰爭事務 其實它在敘利亞地區 去對反政府武裝進行支持 另外一方面呢 因為那個 他大哥不出手的話 他小弟 他就是尤其是以那個 以色列為主的 還有其他一些英國 法國啊 這些小弟 為就是在敘利亞地區 為他就是操持一些事 來 請說 英國在這邊就六架飛機 是常年一 春亞秋冬一直就這樣 法國就一艘護衛艦 他不想幹事 不想 這不是擺出打架 只是擺個樣子嗎 最強的還是俄羅斯 就這些玩意 沒有人敢打了俄羅斯 敘利亞的沿海地帶 有一部分控制在俄羅斯伊朗 敘利亞政府手裡 這個是擺成釘釘的事 美國一隻腳都插不進來 現在是土耳其是一個麻煩 較直 美國想爭什麼呀 美國知道就是這個地帶 敘利亞戰爭打完了結局就是這樣 美國從一開始 就不想得到敘利亞沿海地帶 美國現在想保的是坦福地區 就是敘利亞和約旦接壤的地區 美國的軍事機體 在出發機體在那點 有新的 原來有很出色的那種作戰計劃 一旦必要的時候 約旦的皇家散兵機動能力很強 從那點出發可以支援其他的戰場 是吧 它是要控制保證約旦的安全 這樣的話實際上把俄羅斯 敘利亞伊朗的力量稍微壓縮了一點 現在大家都集中在伊德利府 這個問題上的時候 就是本月內 9月份 伊斯蘭國在於法拉底和敘利亞的下游地帶 又復活了死灰復燃 原來就百十來平方公里的 現在上千平方公里 又開始活躍了 美國你記住 絕對不會掉進敘利亞這個泥潭 絕對不會 敘利亞這個泥潭 美國不掺和 土耳其 俄羅斯 伊朗 他們自己根本就繳不清 美國來了以後 這幫人反而都拿美國說事了 美國人沒那麼傻 我個人認為敘利亞的未來 現在來說戰場的局勢已經成為定局 敘利亞政府軍已經成為最大的獲勝方 這一點無庸置疑 伊德里布這個地方早晚也會解決 敘利亞未來的唯一變量 是敘利亞的康爾德人 但是我們也不要將敘利亞康爾德人 視為要鬧獨立的敘利亞康爾德人 從一開始他就要求獲得平等的 和阿拉伯人平等的這個政治權利 因為肖克也知道 敘利亞的權利是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 那麼康爾德人認為 我們要把阿拉伯抹去 我們叫敘利亞共和國就好了 我們康爾德人 你阿拉伯人憑什麼 就變成阿拉伯人呢 他的要求是文化上 政治上是平等的 追求一個地區自治 這是他的一個權利 那麼在未來這個地區 就是我們看敘利亞的東北部地區 怎麼去演變 以色列的戰爭如果打起來 我估計不死到一萬二千的 這個戰士打破 出來混總是要付出代價 以色列的穩定和平 也可以說從我一個角度來說 也是以色列的利益 這句話就會讓我想起 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 也會日本人的官員會說 我祝福中國美好 《英虎西談》爭論 我們看看美國好了 到底美國的態度 接下來會有哪些的蛛絲馬跡 可以觀察 那麼先來看看 在最近這一周的時候 白宮的國家安全顧問 說了這句話 博爾頓說 只要伊朗在敘利亞 那麼還有一兵一卒 那麼美軍絕對不會撤的 那麼除此之外 我們又聽到了 國防部長馬蒂斯說 其實目前美軍在當地 包括駐紮了兩千多士兵 目的是什麼 是徹底擊敗ISIS 所以一方面的防長說 我們其實美軍駐來當地 是要剿滅這些恐怖分子 但是事實上 博爾特這些國家安全顧問 就講說我們目標就是一個 就是針對伊朗 您怎麼解讀 針對伊朗 這可是它的關鍵所在 所以關於它敘利亞問題 我確實感覺到 最令人痛心的就是 這敘利亞作為一個族權國家 這麼多年討論的問題 不是敘利亞人在做主 而是地區的大國 一個國際大國 伊朗 這個土耳其 意外大國在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敘利亞本來確實是一個 很安詳的一個國家 我在那裡工作生活過四年 給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結果這個動亂之後 我也作為中國特使去了幾趟 跟敘利亞政府 弘內派 都跟他們接觸過 纏述的就這一條 這個敘利亞問題 不能用戰爭的問題的方式來解決 如果用戰爭的方式解決的話 不管對政府還是反對派 都沒有贏家 遭殃的是敘利亞和敘利亞人民 因此中國是從一開始就主張 用政治的方式 用對法的方式來解決這問題 你覺得為什麼這麼難 做一個斡旋者來看到這地方 真正的關鍵也在哪裡 他們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 關鍵是這一條 域內的大國和域外的大國 在這裡把它做一個棋 來進行博弈 成為了別人的演兵場 武特使的這句話 說到你心坎裡了嗎 我應該是 我七年前可能是 就在這個舞台就說過嘛 我就是讓我們自己 好好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相信我們有12000年的 記載歷史 我們還是有這個智慧去 還有文化還有素質 來解決我們自身的問題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管我們的就行了 不要管敘利亞 讓敘利亞人自己來解決他的命運 但是回到現實世界 這個國際大博弈 還在繼續在進行當中 其中坦白講 少不了個角色 以色列跟伊朗之間 雙方利用了這個敘利亞的戰場當中 還在進行新的博弈 所以你看包括美國都講了 你只要伊朗你還在這裡 你只要有一兵一卒 那我可能就不離開 所以馬上連線到 以色列的安天佑 安天佑 你覺得有可能 以色列也會妥協嗎 可以收手嗎 有可能嗎 首先你們剛才所說的 我要說清楚一個點 以色列並沒有參與敘利亞的內戰 其實說實話 以前八十二丈夫的期間內戰之前 以色列和敘利亞邊界是挺安全的 並幾乎沒有發生過任何的衝突 所以呢 敘利亞的穩定和平也可以說 從某一個角度來說也是以色列的利益 但主要問題是伊朗 是在敘利亞伊朗不斷地發展它的軍事力量 在利本能是用政治黨 在也門是用胡塞武裝組織來威脅沙特阿拉伯 所以伊朗的崛起不僅是以色列的問題 也是沙特阿拉伯 阿聯西歐 卡塔爾 巴林等等國家的問題 好 謝謝 先把格朗高地還給我們了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個還是按照聯合國承認的事 你是侵略我們的土地 所以這句話就會讓我想起 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呢 也會日本人的官員會說 我祝福中國美好 我祝福我們希望是中國要安全和平 你很會類比 就是非常類比 本來就是嘛 好 回到這邊來 我們可以看到一下 接下來的變數當中 土耳其在接下來的時程當中 它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你看土耳其在聯大 它舉行對美之間的外交 土耳其對美的態度馬上轉變 它希望與美國加強經濟合作 現實利益擺在眼前 一方面左邊土耳其斯拉的 俄羅斯雙方簽署了一個協議 非軍事劃定這個界線的協議 另一邊呢 它在跟美國之間說 我們兩個之間可以加強經濟合作 土耳其它採取什麼樣的戰略手法 土耳其在敘利亞 必須降低自己的調門 縮小自己的胃口 它在坦福地區 坦福以東地區 已經建立了兩三千平方公里的 自己的安全區 而且它很難撤出去 美國呢在敘利亞 它高高在上 控制著東北部的庫爾德斯坦地區 有十來個基地 就是大局一定 格局就是這樣 如果土耳其它在敘利亞 它能得到的 已經都得到了 如果它再想得到的更多的話 它最後自己真是吃不了 兜著走 如果你把過去 就是這個地區的 土耳其和這個地區的律師 你稍微回顧一下 這個蕭克他都知道 最貪的是土耳其 伊朗是過客 伊朗遲早要一個人不勝都撤走 否則的話 叙利亞政府會趕他們走的 未來的叙利亞政府 給你找麻煩 因此我覺得現在在叙利亞戰場上 最關鍵的一個決策是艾爾多安 艾爾多安務實一點 然後縮一縮 把自己支持的反政府武裝 給它都解除武裝或者改編了 或者發給他們護口本什麼的 就省得避免今後再打仗 否則的話 據我個人初步的預算 伊特利普戰爭如果打起來 我估計不死到12000人 這仗是打不完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 從一開始 敘利亞的戰場打到現在7年了 打到現在為止 我想問的是到目前為止 你們判斷 這個中東亂局當中 誰才是真正的大贏家 到目前為止 您的戰略大棋盤的判斷 金斌 誰是贏家 我認為這敘利亞政府現在可以說 獲稱的就是它是算贏家 因為它從最開始幾乎完全被推翻 到現在它幾乎把整個復國 對這個巴塞爾來說 它很舒服了 因為這麼多年 它可以說拓下了幾任的 這個美國總統也好 英國首相也好 他們這些人 都是想把它推翻的 可是到現在它這個政府 儘管說是靠著俄羅斯 來幫它維護 但是它還能夠保證 它的政府不倒 在這個整個中東 這個阿拉伯之春當中 它算一個比較長壽的一個政府 所以它認為 我認為它是個贏家了 現在還沒有贏家 任何一家都沒有贏 因為呢 他們的在初始的平衡 被打破以後 現在達成了這種停火 這種這個非軍事區 但是呢 它的戰爭還將繼續下去 所以呢 這種動態的這個平衡 還沒有這個打破 所以從各方來講 都還會進行下一步的這個爭鬥 除了形形色色的反對派 其他人都可以說自己是贏家 事實上他們也都是贏家 西里亞政府在這麼難的情況下 挺住了 就保住了自己的存在 俄羅斯對東地中海海岸地區的控制 是吧 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堅固 伊朗這個什葉派之間 向左伸向西伸 從來沒有現在 就揮舞得這麼有力 沒有伊朗和列巴南之主黨的保護 西里亞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 美國呢 我牢牢地非常巧妙地 我調動庫爾德的力量 最後我在你們之上 我控制了很大一片土地 我看你們熱鬧 我想掐我一隻腳 絕不踩進去 大家都是贏家 但是想造反的 想推翻巴塞阿瑟的政府 那些白頭盔 就是那些白左 是吧 就是不顧地區的文化 就瞎攢了鬧民主革命的這幫人 統統是失敗者 包括基地組和伊斯蘭國 我個人認為 所有的中東的這些政客都是贏家 唯一輸的是敘利亞的老百姓 說到底打了半天 都是這些政客在鏡頭面前 大家在這個地方做做秀 然後私下裡面花很多很多的錢 然後支持這一派 支持那一派 大家上面想要開著坦克呀 蒸著導彈 都看得很過癮 其實那敘利亞老百姓是真正遭難的 要麼離家 要麼就死難 要麼就可能有家不能回 所以說我覺得可能更加關注的是 敘利亞的一些百姓 他未來怎麼重建 敘利亞戰時之後 我們未來該怎麼辦 怎麼樣能夠幫助到這些敘利亞的民眾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關鍵的 我剛才說過 就這個敘利亞來說 不管是政府還是反對派 都不是贏家 我覺得他們都是正常持續了 將近八年的這種戰亂的受害者 他們都是受害者 那麼境外的 派手方面的那些 為了他們的某種戰略上的考慮 來進行投入 也取得了一定的主刀權 擴大了影響力 他們絕對是贏家 但是我覺得從參與來說 出來混總是要付出代價的 遲早也還會付出代價 因此我想用戰爭的手段 動亂的手段 想達到目的沒有贏家 最後這個問題 還是應該用政治的手段 讓聯合國來發揮作用 來進行解決 這才是敘利亞政府反對派 地區各國乃至世界之福 謝謝 謝謝所有的嘉賓 謝謝 在最後收尾之前 我想蕭克我們來共同來看 我們今天的大屏幕一開始 這個圖我相信很多人看 我們的感覺跟你是不一樣的 這個圖當中坦白講 你看這個國旗 這是你的國旗 你非常熟悉的國旗 你一定非常清楚 它的顏色代表的不同含義 我想好奇的是 紅色代表什麼呢 在你們的國旗當中的紅色 紅色大家都覺得 代表是鮮血對不對 代表是血液 代表是熱情 可是今天的紅色當中 讓我們所看到的 卻是一個血腥的地方 你自己看到這個圖的時候 有何感觸 我想就敘利亞境內 敘利亞人就沒有贏家 大家都是受害者 是 大家都是受害者 七年了 七年前那時候 你第一次上我們節目 那個時候 你也沒有想過 敘利亞的內戰會打這麼久吧 你都沒有想過 我今天那時候想說 你期待說很早就結束了 沒想到一年打到現在七年了 最後一場戰役 本來都快結束了 現在又發現 峰迴路展又有新的針鋒相對 這七年當中 我聽說你都沒回去 都沒有回去 是的 為什麼 我的情況可能是不一樣 我在中國有20年了 快20年了 所以就沒回去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 三百萬的幾百萬的人 想回去也回不去 所以這個還是沒有家的感覺 就是有家沒法回去 也是挺痛苦的 很想跟你最後 你想跟你同胞說什麼 應該是大家就稍微理性一點 能夠和平還是美好的 你剛剛聽說剛剛說了一句話 在這個主表當中坦白說實話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坦克 你可以看到戰機 你有看到人嗎 都沒有看到人 所以贏家永遠不會是 這些軍力戰備 贏家應該是沒有出現在這裡頭的 平運百姓更人 希望贏家回到老百姓三丈 祝福敘利亞 下週見 謝謝 謝謝